嗨,大家好,我是马开东 今天继续给大家讲解Hadoop 2.x 入门简介及生态系统 上节课我们讲解了Hadoop生态系统 以及Hadoop生态圈 那这是Hadoop的logo Hadoop是什么呢 它是大数据的分布式存储与分布式计算平台 包含HTFS和MyProduce 它的生态圈主要包含HBase,Pig,Hale 我看一下这个 那Hadoop的生态圈包含Hadoop的前身notch HBase,Hale,Wood,Pig,Zoekeeper,MyHot,Scrib,Concentral,Scoop,AVR,Cover,Flume等等 那它的特点我们就不说了 我们直接看今天讲解内容 我们先讲解第一张Linux环境搭建 那我们先看一下 我这边是已经将Linux环境搭建好了 那搭建是在虚拟机上 BM 那我们看一下是否搭建成功 是搭建成功的 就是有IP比较我们看 这些东西都可以看到 我们做一些简单操作 好 那下面我将这个搭建过程 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那我们看马上实际上有非常多的教程 那首先介绍一下在这个windows下 那我现在的环境就是windows 那在windows在如何安装Linux呢 这里我们选择Linux的版本是CenterOS 我用的是6.5版本 我推荐于6.5版本 因为我这边呢 这个装的这个Linux呢 是一个免安装版的 那我一会呢 会将这个VM以及这个虚拟机 以及这个免安装版这个Linux呢 上传到云盘上 然后大家可以直接下载下来 不用安装就可以使用 但是在没有我这个免安装 或者说是在生产环境中 你可能需要自己动手去安装Linux 那这个所以安装Linux呢 是一个基础 所以也是需要去汇的 那我现在简单介绍一下 在虚拟机上 其实这个虚拟机相当于就是一台服务器 只是我们是在模拟 然后去安装一个CenterOS 也就是Linux 首先呢我们需要下载VM这个虚拟机 那这地方呢 可以自己下载一下 那还需要下载这个CenterOS 这里可以下载6.5 版本的RSO 这样有两个东西呢 实际上已经可以安装了 首先呢 我们介绍一下一些安装的小技巧 那实际上安装一个Linux呢 非常的容易 就是将这个Linux打开以后呢 将它的这个CD DVD这地方选择一个镜像 就是下载你的那个CenterOS 选中以后呢就可以了 好 我这里就先不做介绍 我们看一下安装过程 那选择好以后呢 我们进行一个开启此虚拟机 那这个过程呢 就是启动了这个Linux的安装过程 启动这安装过程呢 就会出现这个界面 你选择第一项 就是安装这个新的一个 全新一个Linux 那这地方呢 截图呢也是6 然后第一步呢 它会有一个CD的一个测试 就可以选择一个Scape 就跳过 那接下来就是点一个Next进行设置 这里面选择语言的时候呢 选择这个简体中文 如果你喜欢这个英文的话 你可以选择这个English 好这里面有个接下来点Next以后呢 会会出现一个键盘的选择 这里面通常会选择美式 就是美国的这个美式键盘 还有这个这个地方有个比较关键的地方 就是选完以后呢 会有出现一个选择的这个镜像 那就选择一下这个这地方通常来说呢 会选择Hard Drive 然后紧接着点一下OK 紧接着呢 它会自动去识别这个安装的这个分区 然后点一下OK 紧接着呢就是安装一些基本的驱动啊 一些存储了 紧接着就可以进行格式化了 那格式化呢 这方要选择这个是 放弃所有数据 因为这地方你要安装一个全新的系统 紧接着呢 给这个计算机起个名字 这里面随意写 接下来呢就是设置这个时区 那就是设置这个 一般是设置为上海 因为在这个里面没有这个选择北京这么一项 只有选择上海 接下来呢就是设置这个密码 这个密码呢也是随意设置 那简单期间呢 我们推荐就是使用root 那在生产环境中 我们最好是将密码设得复杂一点 比如说是大小写 以及数字 还有一些特殊字符点 那如果这地方它提示你这个 这个密码太简单 你可以选仍然使用 接下来呢就会有一个分区的这个设置 还有一个挂载 那这个地方呢在生产环境下呢 是稍微得注意一下 那我们在学习期间呢 我们可以选择使用全所有的空间 那这地方呢也有一个详细介绍 可以设置一下分区 还有可以创建一个标准的分区 还有新建一个分区 比如说挂载点是boot 文件格式是这个类型是ext4 一般呢我们都会选择ext4 好 创建完分区呢 就会 接下来创建完分区 点击下这个下一步 它就会创建 接下来就会有一个格式化的一个 确定 选择格式化 它会说这个是否写到这个词盘上 我们是要写到词盘上 点击这一个 紧接着呢就进入了这个安装引导程序 这地方呢可能 嗯 还会出现一个地方就是 嗯 会会有一个选项 就是说是你要 将操作系统按到哪里 这地方呢会有一个选项 那 还有就是这地方也有一个勾选 就是说你安装这个启动的这个 挂载点在哪里 紧接着选择完以后呢点击下一步 这地方呢还可以安装一个桌面 如果你对另一个比较熟悉的话 那你尽量不要去安装桌面 呃带这种界面的东西 这地方的意思说是点下这个的话就会 呃 有一个界面 呃 如果你不想要界面的话你就像那个 呃 这样子 如果你不想要界面的话进去以后就是 这样子 他只是有一个这种终端 啊 那这对于学习那个015来说是非常友好的 那那你不想要这个的话你可以选择这个 最想安装第三项就可以了 这地方呢 还有一个就是呃软件选择 因为我们现在呢处于这个呃学习Hadoop 所以我们不需要这些额外的这些软件选择 我们可以什么都不选择进行一个最想安装 接下来就是点击下一步以后呢就是一个复制的过程 安装的过程这个地方呢时间比较长可能通常需要15的20分钟 那相比这windows来安装的话是非常快的 安装完成呢会弹出一个安装成功 并且让你去呃重启 那这地方呢 一般情况下这地方是没有这个这这这一项的 由于版本这个不同 他有些也有 但最后呢会有一个重启 最后你重启完以后就会有一个登录 那输入刚才我们输入的这个用户名机密码就会进入到这个界面了 那进入界面以后呢就跟我现在是这样子一样了 那有了这个开发环境呢 呃有了这个开发环境或者说是这个linux的系统 呃我们才能继续进行下面的内容 所以这一堂课的内容呢就主要是讲解了这个 嗯在windows下使用这个虚拟机安装了这个 呃CentOS就是部署这个 这个linux环境 那接下来呢我将讲解linux一些常用的一些命令 那好嗯 今天就讲到这地方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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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